众所周知 白起这样的坦克 是非常怕鲁班的 所以说我们 直接就跳进五个人堆里 给鲁班摁住 太乙给鲁班加盾 露露回头做我 没有用啊 太乙还给鲁班了个复活 还是没用 直接给我坐下 在对面伤害里面洗澡啊 我个人是觉得 白起更怕马可波罗啊 因为我碰不到他 但鲁班这种英雄 虽然伤害高 但是我们只要嘲讽住 队友不电伤害 他一动不动就会死 吕布我就不提了啊 牢布这批我半天 怎么给我批成满血了 兄弟们 还不玩白起吗 现在白起的胜率 已经到54了 全英雄胜率第四 他上面那三个英雄 也没什么人玩 毫不夸张的说 他现在就是真神啊 还好他是个T3热度 所以才一直没有被削弱 你看 吕布 纳克 露露打我 我完全就是战路 而且这已经是大后期了 他俩把技能都放光了 我都没咋掉血 露露都不敢过来的 哎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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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后裔活了 还好还好 还好后裔活了 上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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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加加加加 OK了兄弟们 以前的白起前期弱 但是现在 在线上 前期除了那个拿乌鸦的女人 我谁都不怕 猪八戒亚连 我都不放在眼里啊 更别说这个技巧满了 这波状态不好 我们直接走啊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让他一个人头依旧打得过啊 不信对吗 看好 先消耗 技巧满开大了 直接嘲讽住 让他放不了技能 直接拿下 简单 只能说是简单 技巧满作为曾经的三体人 经过修车之后 强度只能算是中等啊 不上不下 但他的机制绝对是一流 就像这波 我都已经准备大招掏走了 哎 结果他还是跟过来了 跟着位移过来 却没有吃的嘲讽 看着架势是不想让我走了 走不掉 那就打 米来敌 你凑什么事呢 白起的二一终结 是能打脆皮小半关系的 伤害还是挺高的 草丛埋肥 这个蓝韩信肯定是要过来打的 还记得白起的高尚连招吗 二三一 这样的吧 所有的伤害打满 直接秒 白起大招在空中的时候 一技能就已经可以蓄力了 所以我们看见后翼 老连招 二三一 直接盖 看到没有兄弟们 这一套技能打满 他就是半关系 张飞还给后翼加了治疗 后翼还出了制裁 哎呦 哎呦 张飞 看看你都保护了什么 我觉得论作战能力 白起和八戒是差不多的 但不同的是 白起的被动又能加移速 而且别人打白起 他还会自动反击 这就给了白起更高的容错 因为你玩八戒一套技能空了 光平A其实是没多少伤害的 但白起不一样 大家看这波 无格草丛埋肥一手 经典二三一连招 只直接空了两个技能 就一技能中了 但是韩信竟然敢还手 打了我一顿 他自己残了 哎呦 我单杀 要是出八戒 空两个技能 绝对杀不了的 说白了 这波一共就打了韩信两个一技能 剩下的全部都是 一个坦克就放两一技能 五秒钟杀了个脆皮 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白起的胜率那么高啊 确实猛 很多人都说 现在对抗路最强的是亚连 其实不然 亚连他属于先手拿是T2 后手拿是T0 还是有差距的 但白起你是不管先手后手 他都是T0 就算对面拿了米月跟你兑现 也顶多前期被米月压一下 用二技能勾兵 围锁在塔下 是不会被单杀的 而且白起一技能 打兵打野怪都能回血 赖线能力很强 亚连不一样 带个狂暴前期争奏的 线都不让切 很难受 OK了 输了这么多 是时候再展示一波经典连招了 看好这个米来迪啊 他已经死了 先放高 直接盖 哎 后夜 有人吗你就射 哎 我真的跳进去给自己定住了 这波就属于没开好啊 被人反打了一波 但是没事 我听到了 鸣刀破碎的回响 过来 过来 空